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柯文哲讲这个话令人愤怒 而且觉得莫名其妙 应该是说 我们目前海关 遇到这种走私 他没有经过合法的检验程序 进口的活体动植物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销毁 那今天这个154只的猫咪 陈吉仲主委他处理的方式 不是用销毁这么没有情感的用词 他用安乐死 所以他就是说 让这些猫咪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之下 让他们结束他们的生命 当然我们也不敢 但是你也知道说 台湾的这个防疫 这个是没有退缩空间 在过去的时候 因为口提议不慎让他进来台湾 造成台湾将近2000亿养猪产业的毁于一旦 所以这个防疫的事情真的是 你不能用这么轻率的说 你这样叫做没有三代动物 怎么会没有呢 陈主委决定的方式就是 善待这些猫咪最好的一个方式了 我要跟大家讲 外来种的物种来台湾 会造成台湾的生态浩劫 已经有好多例子了 包括前任志说有埃及圣环 他对于我们的一个候鸟 他完全占据了我们台湾所有的私地区 所以现在怎么处理这埃及圣环 派出猎人去打猎 直接把他强掉 还有加一最多绿猎烯 对绿猎烯 影响到我们的生态 他已经影响到了一个生态了 当然这些品种猫不会影响到猫咪的生态 可是你要知道 品种猫他被繁殖场繁殖的过程 是很不扔道的 是对这些猫是不好的 所以我也有鸡养猫 我的猫捡了耳朵 在日本他叫做櫻花猫 是什么意思 我这只猫就是流浪猫 他流浪猫 他本来在我住的地方 他是那里的街头霸王 都会在那边打架 然后后来有一次打架受伤 然后拿来起 结果他被我驯化成家猫 他现在很乖 都会躺在我的肚子睡觉 所以大家喜欢狗 喜欢猫 他是我们人类最好的陪伴 这件事情大家都 都是一样的一个心态 可是当你防疫 当你这个喜欢的动物 可是遇到了这个防疫的时候 他要怎么做平衡 我觉得农委会 我第一时间真的跟陈吉仲 我说你做得真好 按二死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平衡点 所以不要再去说 我们这样叫做不善待动物 不能这样讲 可是呢 针对这个违法走私的 那我就很赞成 包括陈吉仲主委 包括总统也有来呼吁 我们要加重刑罚 要怎样去有效的遏止 然后让他没有市场 而且让他会心生畏惧去从事这些走私的行为 那所以加重整个罚则 罚金的部分 那我想这部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推动 可是在这个事情上 我觉得农委会做得很好 柯温泽他这样讲 第一他要称声量 第二他想要毁掉说 蔡英文喜欢猫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形象 我觉得都不会达到目的 因为台湾还是会渐渐趋向理性的一个社会 不应该被民粹绑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